好2024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呢 在柯文哲的民调好 现在呢还是在往上 那么在蓝绿的部分 除了在总统部分还有就是立委 那么现在蓝绿的小鸡瞧不定 所以可以看到民众党的柯文哲抢先布局啊 那么民进党前副民长林飞凡退选之后 在台北市第三选区 也就是中山北松山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人选 不过也传出了是高层来争取 无党籍的市议员林亮君参选的意愿 并且最快在11号周二就会来提名讨论 不过呢现在在民进党的市议员陈云勋 就来撰写了签字文 要向赖清德来喊话 好忍不住落泪 赖清德主席请你不要抛弃你的战友 自己都遵守诚信原则为主动请战 但是党提了非党籍候选人之后常被揶揄 因此呢他主动宣布愿意为党来背水一战 好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先前有所谓的诚信条款嘛 那么现在呢赖清德在此之前 已经是完成了七个区的立委提名 但是能够顺利达标吗 还是个问号 因为他要推民主大联盟 结果现在呢参选就感叹说 党中央啊把基层当夜壶 现在民进党选情真的压力炸锅 那么赖清德目前民调领先 是因为在野力量分裂 如果说在这个在野的部分整合的话 好恐怕就会瞬间翻盘了 那么在民众党强的先机 民众党的区域立委部分 去的立委提名 大家呢都是非常的关注 那党主席柯文哲也就说了 在这个民众党的提名有个原则 就是选上想要让谁落选 长期的经营下去 那么现在民众党呢 也提名了蔡壁如来参选台中第一选区的立委 他也说了国民党在中台湾没有推出强棒 他自己要就不选 要就是要挑战最强的一个绿强区 他说他自己是新品种挑战绿强区 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么一来 对民众党小党来说 有一些鼓舞的作用 所以他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出来来挑战 包含了像是绿强区还有摇滚区 那么另外再看到在台中的 在台北的第五选区中正万华 现在选战开打了 一人余美人也宣布要投入这个选区来参选绿委 不过呢遭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吴佩毅来呛说 没有在地方看过他 甚至派攻读生跑基层 那么呢现在余美人来反呛说 这个好的不学学坏的 至于在这个部分呢 国民党独缺来营的参选人 好余美人也就说了 他希望呢 他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国民党呢 如果说真的不提的话 是不是有点不尊重选民呢 好我们带你来看 到国民党现在依旧还在等一个人 还没有完成提名 我们在上个月 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理 中正万华所有的理全部都跑完了 那么吴佩毅这种说法 说都是攻读生在跑 那我其实还蛮失望的 我一直很期待像这样年轻 高学历的这个参选人 能够在中正万华的一个 不管在市民关心的 或者是这个区域的发展 或者是国家的政策来进行辩论 那么他讲出这样的语言 我真的是觉得说 好的不学学坏的 是什么这么政治性的语言 不应该再这么年轻的一个参政者 再讲出来 又回到原来的这种选举操弄 那他的意思如果是说 他都有在勤跑基层 那我都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他是没有查证的 因为我在跑基层的 其实都不是攻读生 那这个我真的说的蛮失望的 我要跟这样子的逻辑对话 本来就是大家都是要脚踏实地的来耕耘 不管是跑基层 还是对于政见议题上面的 这些交锋跟辩论 那因为美人姐她毕竟是算是新人 现在看起来民众党在中正万华区 就是柯文哲主席为首的 全力来支持于美人 那当初其实是以为是无党籍参选 看起来仍然是民众党支持的力量 来因小鸡全台大连线 到来力挺侯友谊 桃源市议员林涛就抛作串联 公车广告的构想 引发了不少的立委参选跟进 林涛也认为说 现在应该要停止党内纷扰 争取全台民众支持 才是当务之急 国民党犯人林佳新表示 2024是和平战争选择 那民党坚持走向务实台独 把人民拖下水 唯有支持侯友谊 才能够保护青年 不上战场 第一次的战出来 就是希望在723的全代会前面 所有的纷扰 所有的纷争 可以停止了 为什么 因为正义的声音 稳健的力量 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自己的脚步 一步一脚印来争取 全台湾民众的支持 站出来力挺侯友谊 力挺侯友谊的四大主张 这才是我们台湾该走的未来 该走的方向 我们全台大串联 要来上架公车的广告 力挺侯友谊的四大主张 重新检讨能源配比 这在我们中部的人民来讲是非常有感 这几年以来 这个能源配比的问题 让我们的中火 不只是全台湾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了 接下来再加上两支天然气机组 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那过去的这个能源配比的问题 不要核电 但是却要让我们用台中人用费发电 导致我们台中人的健康 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一定要来力挺我们的侯友谊 政党轮替 让台湾更好 让台湾人民过更好的生活 也是我在地方上推的三大主张 挺正义 守和平和平经济的未来 很多人说 今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他们把台湾搞得经济萧条 民主独裁 社会治安恶化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因此当民进党执意 挑衅兵凶战危的时候 国民党把台湾的农余产品 卖到大陆去 让农民开心赎钱 我们所依赖的 正是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 正是两岸可以和平交流 对话这样的共识 因此我们支持 侯友谊总统参选的主张 这样子一个和平的 符合宪法的九二共识 一个对话的交流的共识 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年轻人 让国民党帮助青年 安心的进职场 不是被民进党骗上战场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谊 因为民调低迷 传出党内有换活的声浪 不过时事评院董志森 董哥说不可能 不只换活不可能 换掉朱立伦也不可能 就连侯科配都是不可能 也直指如果真的能够蓝白和 那么两党立委怎么选 国民党除了曾立伦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人 也在讲说 是不是应该换活什么 不可能 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能 换朱立伦的党主席 不可能 换活友谊也不可能 蓝白和 要看怎么合 大家讲 其实要把它合在一块 说谁配谁 我也觉得不可能 很早我就讲不可能 那你去讲这些 有什么用 只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的力量不够大 你才会去要求 合这个合那个 那你要站在 柯文哲的心态来想 柯文哲现在民调很高 第二个 他是民众党的主席 民众党是台湾最年轻的政党 才刚成立 好不容易有这个趋势 我去跟人家合 我这个党就泡沫化了嘛 对不对 因为每个选机的立委 只有一席怎么合啊 那国民党现在几乎也都提满啊 你现在没有提满了 就是非常艰难的选机 譬如说台南或哪里 那你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好选 你才说要让我 那也没有诚意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维持仪礼 就是说我们都是最大在野党 那这个可以 那我们各选各的 就是说你 你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你怎么去选 那你立委在地方你要怎么选 为什么国民党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 有些人要出来喊 应该去搭配柯文哲 而且侯友宜要做副手 那侯友宜做副手 请问一下国民党的立委要怎么选 国民党立委要怎么选 各位你想想看 尤其不文期你要怎么选 不文期只有一票啊 要投谁 不文期叫做政党票耶 你要投国民党或投不文 不文期的那个台湾民众党 你票没办法投嘛 你今天对选民一个很大考验 就是让他没办法投票 制造更多的麻烦